哈喽欢迎回来 在这个视频呢我想介绍几款夏天不太容易脱妆的产品 一起出了另外一个视频中 我是讲了三种不太容易脱妆的手法和方式 然后在这个视频我想推荐的前两款产品呢 其实是配合着第一种手法来使用的 就是想办法减少你使用化妆品的层数 正常的话夏天你是至少会需要 精华面霜然后防晒 粉底和散粉这样五层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减少到三层 层数更加少了 然后皮肤就会感觉更清爽 也没有那么多的产品来跟你的汗水和油脂融合 然后脱妆 比较推荐的有色面霜呢 是这款NARS的这个Tinted Moisturizer 有色面霜 它首先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好 里面有很多面霜的滋润成分 另外遮瑕程度呢 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够的夏天的一种轻度遮瑕 另外呢它SPF有30 Braw Spectrum也就是说既有PA也有SPF值 所以真的是我一到夏天就会用很多很多的产品 特别特别推荐 SPF系数比较高的那种散粉 我会推荐两款 一个是日本的小林防晒粉 还有一个是美国这个Elf的防晒粉 这个小林防晒粉真的是非常强悍 它SPF有50而且PA4个加号 简直就是跟你日常用的防晒就是最强悍的那一款 而且它怎么说呢 虽然它是一款比较护肤的防晒粉 如果就算它没有SPF指数只是散粉的话 它也是那种细腻程度中上等的那种比较好的散粉 所以用它来最后定妆夏天的话非常非常合适 而且一天的话你可以用它在脸上补妆 在补妆的同时也会补防晒 这个我每年夏天都会至少用掉两到三罐 然后另外这个Elf的话大概只有六道吧 这款产品只在Elf的网站上有卖 一般都是我如果小林防晒用完了的话 会用它作为替补选手 这个当时买的时候看网上有人说 它这个颜色上脸之后会有橘黄色 所以当时也比较犹豫 但是其实买来发现如果你正常用量的话 其实不会显出什么颜色的 它的粉质呢就是算是不好不坏 比较中等的一款粉 我觉得不像小林防晒 我觉得也是很细腻的一款 好下面要推荐的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是如果你不想用柳色面霜 想用遮瑕程度更高的一些不脱妆产品的话 我觉得最最靠谱的就是 露华浓24小时不脱妆的系列 这系列其实一共有四款产品 两款粉底液 还有这一款粉膏 加上一款粉霜 其实很多的粉底你会发现 很明显就是或者是给干皮涉及 或者是给油皮涉及 但是它商家没有写出来 所以很多人会买错 但这两款粉底就非常好 像这里它写到的这一款 就是给混油皮和油皮使用的 然后这一款呢是给干皮 或者正常肌肤来使用的 然后这两款 一个是粉膏一个是粉霜呢 相对来说要滋润一些 但是怎么说 这个粉霜虽然它较比较粉霜的那种质地 但它不是像日本典型的那种粉霜 像Covermark那样 很滋润 然后有很多好的保养成分 但是很快脱妆 干皮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放心的买 它不会因为它是粉霜质地 就是脱妆快 然后这个高 粉膏的话也是要比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稍微要滋润一点点 这四个我觉得就是挑一款就可以 所以这个粉底连续好几天用它的时候 它确实是会让我的皮肤变坏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那种紧急的场合 需要你在外面时间真的是很久很久的时候 你可以偶尔用一下 最后想推荐两款产品呢 一个是这个安娜晒的精品 一个是Sophina妆前乳 这个我觉得可能挺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了 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安娜晒虽然它只是一个防晒 是那种很防水 然后功能超级强的防晒 但是当我用它跟粉底结合的时候 它会让我的粉底控油能力更强 就是更不容易出油 会增加我粉底的持妆能力 但是它本身这个护肤产品也没有宣传的那种功能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你如果用的话有这种感觉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就是比较好奇对这一点 Sophina是入门的控油妆前 我觉得必备的一款 据说呢是分台湾版本和日本版本 我这个是台湾版本的 据说日本的版本会更贵一些 然后使用感更强 我也比较好奇 有机会想试一试 但是我用这台湾版本 我就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特别好的控油能力的一款妆前乳 我觉得它遮毛孔能力其实比较轻 如果你毛孔比较大的话 还是需要用一些其他的遮毛孔的妆前乳 好这一款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夏天不脱妆的产品 希望这视频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